保岛歌谣大师叶俊林创作许多筷智人口的歌曲 由国内知名声乐家来演唱全世 让台下观众听得如痴如醉 叶俊林是安乐国小杰出校友 安乐国小创校100年系列活动 特别举办了这场叶俊林怀旧音乐会 吸引各地粉丝来到现场 包括叶俊林大师的儿女等多位家族成员 以及知名音乐人林锤莉都专程来聆听欣赏 安乐国小100年校庆 叶俊林是我们的杰出校友 我们非常恒喜这样的一个良善的机缘 这样的机缘我们跟叶大师致敬 除了在学校有办了一场文物特展之外 今天的一个叶俊林怀旧音乐会 我们让很多很多的好朋友进来 我们也希望透过歌声一起再来怀念 柯柯港北年老校的点点滴滴 我们爸爸订阅就很厉害 很有这个文化的 不是 他可能有关注人的发动 你看他的眼睛 我的眼睛也是他传的 就是眼睛比较大 他可能有那个知音 关注人的知音 很爱音乐 他买了自己享受设很多词 那叶俊林老师不仅是我们安乐国小的一个杰出校友 更是我们宝岛歌谣的一个大师 也是我们基勇的骄傲 那更是我们台湾音乐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味道 今天我也是杰人 我们叶俊林老师也是杰人 他真的是我的前辈 也是很好的一个导师 我跟他 跟他一样 我跟他很话说 所以我今天喜欢着曹盛的心情 粉丝的心情来参加我们叶俊林老师的作品 而且有非常多的基勇人 他们身在外地 但是一直到有叶俊林老师的这一个歌唱会呢 特别搭车回来基勇来聆听 我想我们称呼叶老师为基勇之光绝对不为过 老师他会做起来 会唱歌 我们爸爸会响 响歌手 所以那两个人就是从那里开始合作 譬如说古静蜜蜜 国路往往是我们爸爸用日本曲的 美空云雀的歌 改造我们的台语 那一条就很适合 香港是家的工业 你看着 美空云雀的东西 來盤貴的貴 問到心裡負責 貴的貴的貴 就是一個高路 或是他們家的精神 在中南部 一路走過來台北 吃頭路 做努工 賺錢 吃家裡的衣帝 甚至讓他們去託竊 所長 台北所的所長 何毅林 他說他教授 每一邊放這條刀 他都要留著 因為為什麼呢 他的姐姐妹妹 就是這樣來外地做努工 賺錢給他去託竊 他說他今天有辦法託竊 都是他的姐姐妹妹 所以很貼切台灣的土地和社會 安樂國小用心規劃 迎接百年校慶活動 讓大家看到基隆之光 葉俊玲校友 對本土音樂傑出的貢獻 也歡迎所有關心 安樂國小的好朋友 在5月27號的百年校慶 回來學校走走看看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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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